那麼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在推出一個 比較希望創新式的一個整個社區的失智 照顧的這個資源中心 這裡面包括以我們社區的這個失智長輩 我們一方面結合社福團體 另外一方面醫療資源的這道路 還有我們的最重要是社區為中心 進行一些所謂社區的出塞 這邊我必須要講 就前段時間蕭局長他講到消防 消防局好像就有一個老人走失 後來就是很不幸就是那個跌路 那這個如果說我們這一個整個 就出塞的體系能夠建立起來 而且整個這一個就是失智症 如果說我們的出塞體系能夠建立起來 而且整個社區能夠有這樣的一個體系的話 那麼整個走失的這一個現象 然後就可以盡量降低 那麼我們這裡面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一個所謂連續性的這一個體系 從疑似發現到輕度到中度到重度 那這裡面都能夠提供一個整個 也是一條龍的整合式的這一個服務體系 那麼這裡面詳細的部分 我們請各位詳參這一個部分 那麼如果在最不行 最後真的掉到這一個所謂的10%的 這一個失能的部分的話 那麼我們現在目前已經有這一個長照10年計畫 包括居家式、社區式跟機構式的服務 那麼在目前我們台中也在這部分 我們全力在進行相關的衝刺 在康建的這一個調查裡面 台中市我們是排名 我們是僅次於台北市 是三片銀杏業的這一個得的數據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現在目前也在推動 在大鵬新村那邊 大鵬新村那邊跟宏道 我們希望能夠結合一個所謂的 類似像日本的小規模多機能 那麼這裡面主要就是說 以這一個日間照顧服務為服務 然後來擴充辦理居家服務 那麼可以擴充這一個沐浴服務 餐飲跟交通接送等等相關的服務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現在目前在推動這個所謂自立資源 自立資源的一個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你如果說你萬一住進這一個機構的話 那麼我們也希望透過很多很多鼓勵的方式 能夠讓你重新的站起來 譬如說一個非常成功案例 我們之前在永信的這一個 在清水那個地方 有一個長者他是在包尿部 可是到後來他有辦法訓練到後來 自己就是說連那個 就是他自己的尿失禁的問題 都能夠獲得充分的這一個環節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自立資源的這一個方案 那麼還有另外呢 我們現在也在結合衛生局這邊 我們希望未來能夠結合長照照管中心這邊 那麼在這一個 對不起這是Y軸 X軸的部分的話主要就是分成三個部分 分別是針對這個所謂住宿室 社區照顧跟居家 那麼我們都有 兩兩相交都會提出我們的一些方案 那麼底下有斜線的部分是屬於台中市 在全國屬於創新型的這一個的這個服務方案 包括融合式社會住宅 機構社會自立資源等等等等的 的這些方案 那麼因應的未來高齡社會的挑戰 台中市的這一個拖勞一條龍的計畫 就是像剛剛所說的 我們是從這一個整合式的這一個 的這一個角度出發 希望能夠變成是一個 結合這一個721的這一個的這個方案 那麼以社會投資為基礎 來透過預防照顧來提升銀法動能 那麼實施加隆市長 他所提出的這一個生活首都 跟移居城市的一個想法 以上報告謝謝 謝謝各位 龐副市長 郭副秘書長 各位各位首長 對剛剛社會局的報告有沒有補充 今天的專題報告 從英法族的夾牙 夾牙裝設 一直到 拖育一條龍 真的是對 長者的 一條龍的照顧 社會局 考慮了很多 它是從 先進的國家的丹麥 我們鄰近的日本 然後參考我們台灣的那個社會環境 鄰近的這邊一個照顧計畫 我們在這邊首先 持肯定的 的立場 那關於 我們今年 立法院5月份 它通過了長期照顧的服務法 這個是對於這個 一個發展 這個長照 對老人的長照的 這個計畫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法令 通過以後 在6月份行政院也又通過了一個 長期照顧的保險法 這個等於對這個 長者的這個長照的這個兩個法律的依據 一個一個堅強的依據把它設立起來 所以 兩層市長的721的政策 其實七層老人的健康 二是兩層的養健康 一層失智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政策 好好的再去規劃 這樣多有多處的這樣的一個照顧的處 再這樣努力一下 第三點是目前專業的護理人員比較欠缺 但是高齡社會的道理 這個預期護理的需求是至於 與日俱增的 所以請衛生局這個關於這個 警衣的照顧的課程的盡量這個 多辦這樣的課程來補足不足的人力 第四點這個 政府的財力是有限的 但是社會的活力無窮 那請這個社會局跟衛生局一同共同努力 這個是希望結合 民間公益團體來 和鼓勵知名的企業引進民間的投資 來做本市的敬老拖老的這個 政策的長期的規劃 第五點關於老人跟小孩的這樣的 情感的交流 但是由於我們少子化了以後 教室有很多空閒的教室 請這個教育局 這個評估 五老 我國小 現在我們示範了這個 祖孫共學的這樣的一個 可行性 從學童 學童從小就養成敬老這樣的精神 這個 這個 簡教育局這個 規劃 那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推展到 全市的各個區域 最後還是謝謝社會局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想法 跟衛生局這樣 對 全市 長者這樣的照顧的一個計畫 謝謝